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承认 有关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安排工作进展缓慢 会议的一些关键问题尚未确定 包括叙利亚反对派是否参加会议 星期三在伊斯坦布尔开会的叙利亚反对派领袖说 他们必须确定总统阿萨德下台的最后期限 否则他们不会参加会议 但是阿萨德仍然坚持执政到2014年大选 并且不排除竞选第三任期 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叙利亚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沙尔 星期三发表同样具有挑衅意味的声明 今天的叙利亚凭借他坚韧不拔的抵抗 正在扭转斗争的局势 不管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 犹太富国主义者及其走狗 还是恐怖分子 他们的图谋都无法得逞 美国与俄罗斯正试图在日内瓦筹办一场和平会议 寻找结束叙利亚流血冲突的方法 但是在莫斯科计划出售导弹给大马士格 以及欧盟解除武器出口禁令 以帮助叙利亚反对派后 情势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 黎巴嫩真主党承认参与了叙利亚内战 伊朗表示他被邀请参与拟议中的叙利亚会议 由于这些最新的进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 日内瓦会议的日期还无法敲定 潘基文说 在潘基文讲话前不久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案 谴责叙利亚境内发生的践踏人权行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来警告 叙利亚内战可能导致区域的动荡 叙利亚情势凸显了对公民保护的重大缺失 每一天都有男女老少受到来自所有各方的摧残 包括肆无忌惮的暴力和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 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联合国的这项决言 在这场冲突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一再地持续地警告不要让事态国际化 现在涌入叙利亚的国外激进分子不断增加 他们来自利比亚中东北非国家 近来还有欧洲和其他地区 这些激进分子的武器来源也在持续增加 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德国不会像一个陷入内战的国家出售武器 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达成政治协商 因为叙利亚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政治 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叙利亚会谈能尽快展开 叙利亚冲突已经持续超过两年造成8万人死亡 VOA卫视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